大家好,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。 郑平和李温妹面对金慧珍和孔熙荣完全占不到便宜,最终被对手横扫击败。 这也让贞冠的重任落在了第三单打王芷仪的肩上,她在第五局的对手是申育静,后者世界排名46位和排名第15位的王芷仪有一定的差距。 而且,在刚刚结束不久的韩国大师赛当中,王芷仪也曾经击败过对手,这也是球迷对她充满信心的原因。 但是,本场比赛,申育静超常发挥,艰难拿下第一局之后,让自己掌握住了主动权。 虽然,王芷仪艰难拿下第二局,但过多的体力消耗,让其在决胜局的表现出现明显下滑。 最终1比2不敌申育静,中国队大比分2比3不敌韩国队,无缘本届由博背的冠军。 比赛开打之后,王芷仪就展现出了自己的侵略性,靠着积极主动的进攻在开局阶段,以3比1取得了领先。 但是在看到有击败未免冠军的希望时,申育静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求胜欲望,靠着自己凶狠的进攻,顽强将比分反超为了7比4。 随后,王芷仪发挥出了自己控制力强的特点,靠着大范围调动申育静,然后伺机寻找突击的机会,连得5分之后夺回了领先优势,以9比7反超比分。 随后二人进入僵持战,但王芷仪还是带着11比10的微弱领先进入到了终局间歇。 重新回到比赛之后,申育静利用自己身高优势连续后场进攻,很快让其14比11反超比分。 随后,王芷仪做出针对性的挑战,开始压制申育静的两个底线。 这也让后者的进攻威胁大打折扣,顽强将比分追至17平,眼看领先优势被蚕食殆尽的申育静也做出了调整,开始积极去抓王芷仪的往前,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。 一度以20比17拿到了局点,王芷仪并没有放弃,连续挽救三个局点之后,让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。 二人又熬战多个回合,最终,申育静以28比26显胜取得开门红。 第二局比赛,大比分落后的王芷仪仍然选了坚定贯彻压制申育静底线的策略,虽然年轻的韩国小将也会打出难度极高的神仙球,但是,王芷仪还是取得了5比2的领先,尽管申育静几度想要破镜比分,但是首场的敖战,明显让其体能出现了问题,王芷仪也继续扩大领先优势,以11比5进入间歇。 经过修整之后,申育静的体能有所恢复,将分差缩小到了16比17,但王芷仪始终没有让对手反超比分,最终也以21比18将大比分扳平。 决胜局上来之后,申育静通过压制王芷仪的底线,然后主动强往前的策略,很快就以11比1的巨大优势进入间歇,交换场地之后,王芷仪的状态有所提升,却没有创造奇迹,最终,申育静也以21比8锁定胜局。 首局西败让王芷仪不得不在第二局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体能,也直接导致了他第三局表现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,最终只能看着申育静越战越勇,帮助韩国队夺得了本届由博卑的冠军,中国队则未免失利。 期待,国语剑将们通过此次比赛积累经验,补足短板,在未来的比赛中再创加紧。 具体结果如何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